在一瞬间 有一百万个可能 还想牵走 今天个天可真冷啊 哎呦 干活累死了 姑娘在这干啥呢 姑娘 这么冷的天 你堆在这干什么呀 别动换身体 别感冒了 姑娘 你是不是又遇见什么难处了 有什么难处直接对我说就行 我看我能帮上你不能 大哥 我这边手机钱包全丢了 我这都七天 在这边逛了七天了 这都有好几天没吃饭了 饿死我了 姑娘 你这确实够可怜的 现在跟社会不太平 小都多得很 要不这样吧 我能回家给你做点饭吃 别在这坐蹲着了 多冷啊 大哥 真是太谢谢你了 没事没事 我家立刻进 走吧姑娘 好 谢谢谢谢大哥 别动坏了 姑娘 快进屋坐吧 忙我会儿 好 谢谢 谢谢大哥 挺乱的还没收拾 没事 没事 你这饿饭了吧 我去厨房给做点面条去 谢谢大哥 没事 不用客气 姑娘 不好意思啊 这厨房面条吃完了 这有点泡面 别嫌弃 没事大哥 泡面就行 你烧点水 在外面饿坏了 别动脑了 身体重要 不能不吃饭 谢谢大哥 姑娘 这泡面应该泡的差不多了 可以了 尝尝吧 奶奶喂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看你手病完命了吗 喂 爸怎么呢 爸这病又严重了 要交手术费啊 行我知道多少啊 那么多啊 爸你别担心 我等会儿想办法 你别太难过了 没事儿 有儿子在呢 你放心吧 行 你要照顾好我妈 等一会儿 我想办法抽到钱了 我再给你打过去 大哥 我吃完了 谢谢你的款待 大哥 这怎么回事啊 刚才听你在电话里边说 什么钱 什么医院 是 是谁生病了吗 姑娘 我家条件不好 小时候 我父母在外面打拼 我妈为了省钱 平日里 就吃点干馒头和榨菜 这胃 捞下病根的 现在得了胃炎 需要花一大笔钱 我呢 在外面挣的钱 都给我妈打过去了 可是我妈的病状又严重了 刚才我爸给我打电话说 要赶快给我妈交手术费 要立马做手术啊 这 就为了担心了 不过没事儿 我想办法再抽点钱 别还是这样啊 大哥 这样吧 大哥 你手机借我用一下吧 手机 那行 不用吧 谢谢啊 喂 场管家吗 是我 秋香 没事儿 没事儿 我这儿 迷路了 手机钱包都丢了 这边一个好心的大哥收留我了 管家 我这边有点急事 需要你帮忙 你现在赶快开车 到幸福里小区 对了 场管家 你记得给我准备八十万 一块带过来 嗯好行 我在这儿等你啊 好挂了 给大哥 谢谢你 姑娘 你用管家 有管家 准备八十万 这怎么回事啊 大哥 不瞒你说 方言集团董事长呀 是我爸 我是他女儿 所以说 你今天 救了我 算是我的大恩人 我也想要报答你 不是姑娘 我没有想到 你放了几张董事长的千金啊 我这儿还让你吃泡面 真是对不起啊 大哥 你这说的什么话 这一碗泡面呀 就救了我的命呀 姑娘 别这么说 哎 我去开门 我去开门 来了 来了 姑娘 这个是我们家小姐让我来的 我们家小姐叫秋香 哦 就救了 长管家你来了 长管家 小姐 您怎么 来 请坐 这是你让我给你拿的卡 哎 好行 长管家麻烦你了 大哥 这张卡呀 你收下 不是 姑娘啊 你跟钱也太多了 我跟还不起啊 没事 大哥 你就收下吧 赶快呀 给你妈妈治病吧 小姐 你这几天都去哪儿了 董事长 可哪儿找你呢 哎呀 我知道 这我当时迷路了 手机前面全丢了 都饿了好几天 都看了这个大哥 他把我带回家 给我吃了碗泡面 我这儿呀 才算缓过来 真是太感谢这个大哥了 那我们回家吧 等会儿 长管家 你是不是开这车呢 嗯 咱们这样 先带着这个大哥呀 去医院 去给他母亲 先把钱送过去 就给他母亲治病要紧 走 大哥 走 我们先去 给你母亲治病 好好好 哥 你今天怎么就知道在家老手机啊 你都老大不少了 怎么还不知道找个女朋友啊 今天这公司的不是忙完了吗 我呢就想着回来休息一会儿 你说你都这个年龄也该给我找个嫂子 你也该成家了 对了 我给你叫个对象吧 妹 这么小叫什么对象啊 再说咱父母走得早 这公司我现在好不容易把她给运转起来了 这事业争争争争争的 没 没心情 嗯 所以你知道 在这个时候给自己找个对象啊 给我找个嫂子嘛 真的 听说那个姐姐啊 不仅长得漂亮 心长还很好呢 妹 我都那么大了 你呢 也别管我了 你干忙什么忙什么去吧 我再给她歇一会儿 我怎么能不管你呢 这不仅是你的事 还是我的事呢 我给自己挑个好嫂子不行啊 行行行 这事以后再说吧 以后再说 谁来了这是 哎 又是我给你介绍的相对最佳来了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哎 一会儿 青香姐 好 走 哥 你看青香姐来了 快坐吧 先给她你坐 她叫青香啊 嗯 哥你跟人家好好聊啊 好好让你找了呢 青香姐 那我朋友宅和账户出去呢 我就不怀疑你安眠好好聊 好行别管你去忙吧 行妹 不要注意安全啊 你叫 我叫卢文刚 你好姑娘 哎你好 我家的条件你也看到了 虽然我没有父母 但是我自己有个公司 现在事业蒸蒸日上的 每天也能盈利不少钱的 我妹还小 一开始不想着让她给我介绍对象的 既然你来了 那有些话咱们应该也说开点 行啊 卢先生 既然这样的话 那你就直说吧 你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呀 俗话说的好啊 结婚讲究个门当户对 我呢 现在有那么大的公司 找对象呢 肯定也往高的条件去找嘛 姑娘 你什么学历啊 啊 卢先生 我现在是本科毕业 本科毕业啊 现在这本科 在外面一抓一大把 扔个砖头 挣个砸死一堆 我觉得啊 一个条件有点低啊 不说这些了 你这一个月的工资 算了 一年工资是多少啊 啊 我现在年薪十万 年薪十万 这年薪十万有点低啊 我这一个月的收入就比上你两三年了 咱们俩不太合适了 哦 卢先生 原来现在的乡亲这么现实呀 还看学历呢 既然这样的话 卢先生 您的学历应该是很高了吧 这样 我问你一个问题 看您能不能回答上来 我这博士学历 什么问题我不会啊 随便出吧 那卢先生 老公加一笔 是念什么字 您知道吗 老公加一笔 哎 姑娘 这什么字啊 这 麻烦问一下 这突然想不起来了 什么字 卢先生 您一会儿就慢慢猜吧 我想说的是呢 这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您大可不必高自在的去寻求另一半 我觉得 看人呀 最重要的就是看人品和素质 您这样的呀 我看咱俩也不合适 这样吧 卢先生 您就慢慢想 我就先走了 不是 姑娘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您自己慢慢想吧 哎 姑娘 没想到啊 这还有难道我的问题 哎呦